稍早稻琪在大聯盟春迅面對運動家以4比2勝出 目前尚未長到敗機 正中的大谷也確定會在28號與白旺的比賽當中進入先發打線 消息一出 大聯盟知名記者就與稻琪的三位MVP 分別是Mookie Betts、Freddy Freeman與大谷翔平 他們三位該如何安排打擊順序為標題 發布了一篇文章 只能說這是甜蜜的負擔 其中第一棒彼者認為有很高的機率會是由Mookie Betts擔任 他已經證明他是最適合擔任球隊開入先攻的角色 接下來第二跟第三棒該怎麼安排就是讓人比較好奇的了 依照數據來看 Bremen整個職業生涯有363場比賽是打第二棒 1146場是打第三棒 在上個賽季他在到期有83場比賽打第二棒 OPS達到0.863 而76場打第三棒的OPS則是達到0.98 大谷則是1到9棒都打過 他在240場比賽擔任第二棒打者時 OPS為1.013 在247場打第三棒的時候 OPS為0.856 因此從數據上面來看 由大谷打第二棒然後Freeman打第三棒 會是不錯的選擇 當然兩者調換也是沒有問題 這意味著大谷可能會有更多的打點機會 Freeman在近期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到 他是不會透露大谷打哪一棒 不過對他來說打哪一棒都無所謂 只要能夠發揮整個打線最大的效益即可 就讓我們一起來期待一下 大谷在面對BiW的那場比賽 會打出什麼樣的數據吧